据总台报道员了解到的消息 当地时间19号 阿富汗东部南格哈尔省首府 贾拉拉巴德 一处塔利班基地附近 发生一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 造成至少两名平民死亡 一名塔利班成员受伤 此前一天 贾拉拉巴德也发生了多起爆炸事件 19号晚 极端组织发表声明 宣称对18号至19号发生的 系列爆炸袭击事件负责 声明称 极端组织在两天内 针对当地共计6辆塔利班民兵车辆 发动了袭击 有超过35名塔利班成员 在爆炸中死亡或受伤 南格哈尔省曾是极端组织 在阿富汗境内较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此前塔利班任命的南格哈尔省政府官员 在本月初宣布 抓获了至少80名极端组织武装分子